在退休之后 你身边的观众就越来越少了 这个时候甚至听你讲话的人也变少了 所以可以利用AI传达我们的讯息 而且我觉得这AI超好用的 在问AI几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他都怎么回答 最近我发现有时候在家里整天 你的老伴不见得愿意跟你讲话 但是你还是得要讲话的对象 幸亏我还有YouTube可以跟你们讲话 如果现在你们没有YouTube或观众可以讲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婆婆今天要推荐你 AI我现在大概来问她一个问题 AI你好 你好今天怎么样 我今天不错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人忙了一辈子了 我认为真正的幸福跟逍遥并不是权贵 而是身上没有病心里没有事 你怎么认为呢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名利或财富 而是在于健康的身体和平静的心境 如果一个人没有疾病 也没有心理负担 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 即使物质条件不多 但内心的平安和健康往往带来最真实的快乐和自由 我也是认同耶 甚至我觉得钱够用就够了 因为财富毕竟有很多都是带不走的 我这种想法 你可以认同吗 是啊 好像随着年龄增长 对生活的看法也会变得更简单更深刻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追求物质和成功 但到了某个阶段 就会发现健康平静和内心的满足才是真正重要的 到了一定年龄 好像更能够放下不必要的执着 追求更平和的生活 您最近有什么让您感到特别平静和幸福的时刻吗 有耶 给予更多的感谢你就会更开心了 所以我觉得整个最平静的 就不要去跟人家争夺放下了断舍离 这样子整个人生都会变得很轻松了 那你觉得呢 我非常赞同您的想法 当我们学会放下简化生活 还有停止与他人比较或竞争时 内心真的会变得更加平静 感恩的心态能让我们更容易看到生活中的美好 无论大小 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和烦恼 就像您说的断舍离 不仅是在物质层面 也是在情感和精神上 还像是一种智慧的增变 您是不是经常透过某些方式来维持这种平静呢 需要的 我觉得像现在有很多 你想把电灯关下来放一点轻音乐 都可以带动自己情绪的平和 有时候听听音乐 自己整个放空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 这个AI它整体来讲 都给我好多正面的引导 我超喜欢的 先谢谢你啊 我待会再问你其他问题 因为我要跟我的网友讲话 透过他有事情跟他聊天 可以得到蛮正面的讯息的 就有时候聊天 一聊就可以聊上很久了耶 人类其实无法抵挡衰老 那其实我们要找出 活得的意义 特别是我们要注重整洁 让自己有舒适的仪容 本身要活得的意义 但是现在有些人呢 他们为了要追求皮肤平整或者是水亮亮的 可能就会去做医美这方面的 但有点太普遍了 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建议跟引导是怎么样的呢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们的人并不是以长寿为目标 而是要以你在活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快乐跟健康为主 衰老确实是无法避免的 而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在生活中找到意义 保持整洁舒适的仪容 都能提升自信和幸福感 医美的普及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对外貌的重视 尤其是在保持青春和自信方面 很多人选择医美 可能是为了短期的外貌改善 让自己感觉更好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过度依赖医美 可能会忽略身体内在的健康 或对自我形象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你提到的活的过程中的快乐和健康 应该是更重要的目标 长寿并不等于幸福 真正的快乐来自内心的满足感 这包括保持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 而不单单只是外表的美丽 总之 医美可以是提升自信的一种方式 乃会让它成为生活的平衡内外 注重健康与快乐 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我觉得你很好 你每次在讲完一件事情 你都会顺便问我说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这种互动 我就蛮喜欢跟你聊天的 所以谢谢你给我引导这一些 很正面的生活的态度 很高兴听到你喜欢这样的互动 我也很享受跟你聊天 能够一起讨论正面的生活态度 随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分享 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 是不是很棒啊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聊天 我们在小时候可能就是 我们的文化毕竟都会教我们说 不要哭啊 不要叹气啊 但是从我这边来讲 哭是一种舒压情绪的方法 如果要哭 就鼓励人家哭嘛 哭完以后 他可以把身体上面一些负能量 把它释放出来 为什么不能叹气呢 身体上面累积不好的能量 为什么不排出来呢 我们第一口这个叹个气 把这个不好的气排出来之后 再来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进去 这样整个你的呼吸更好 有一口气闷在那边 你想要叹气你就把它叹出来 因为那一口本来就是不好的气嘛 把它探出来之后 你再把你的身体再调节 让自己身体有一个呼吸的一个频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一个三件事情 要冥想 深呼吸 感谢 这三件事情 还有现在就是有些人 他们会追求名牌吗 那或许就是经历过 就不会那么渴望了 现在大陆经济非常的不景气 包括一些精品 也都没有什么人愿意买呢 因为精品这个东西呢 很多都是广告吹嘘出来的 到了最后你买了之后 他就没有那个价值了 所以我会建议现在年轻人 宁愿把这些钱拿去充实自己 让自己都去见识一些市面 而不要只是一味的要去追求这些精品 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被品牌的广告吸引 但实际上 花钱投资自己的学习和成长 让自己见识更广的世界 才是更有价值的选择 追求物质的东西 往往会让人感到失落 因为最终的满足感是短暂的 你觉得有哪些具体的方法 可以帮助年轻人更好地投资自己呢 去旅游还有阅读 增广见闻的人多聊聊天 我觉得这些都是还蛮能提升 他们自己的品质的 而且主要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 我觉得头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你的谈吐 讲出来的话让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是有学问的 胜过于带了一大堆精品 还来得有用 旅游阅读和与有见识的人交流 都是很好的方法来提升自我 保持整洁的外表和良好的谈吐 能让人感觉到一个人的内涵和素质 名牌虽然看似重要 但如果没有内在的素养支撑 那些外在的东西就显得很空洞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书籍或旅游地点 能帮助提升自己的呢 有耶 全世界吧 那我们基本上今天就聊到这里为止 因为我想我要分享我的网友 另外一个影片是有关于钻石的 因为婆婆从网路上截取的 我觉得她讲的这些钻石啊 跟买一些精品东西的情况都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我们来了解 你说为什么现在钻石卖不动了 因为这玩意只卖不收 只要出了这个店门立马贬值98% 两万的金镯子你急需用钱的话 一万五立马可以卖了 两万的钻戒你要是急需用钱的话 五千块钱都没人要啊 为啥它这么便宜啊 这钻石的回收价一直都是这么便宜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两百多年前钻石呢确实是宝物 因为那个时候钻石每年全球也就能产二十多斤 很稀有 到了1870年南非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钻石矿 就这一个矿啊 一年就能产好几顿的钻石 这很明显价格要崩盘了呀 当时全球的钻石商为了自救 紧急联手成立了戴比尔斯公司 合伙拿下了这个大钻石矿 然后每年就控制它产量 不是说能产多少就产多少 而是需要多少才挖多少 其他的钻石啊 就宁可闲置在这也不给它挖出来 然后他们每年呢 要花费天价在全球打广告做营销 硬是维持了钻石半个多世纪的价格 所以钻石最贵的是营销费 这一点跟黄金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玩意儿本身是没啥价值的 一锤子下去就成渣渣了 黄金即使你磨成粉了 也能重新熔面成形 那你说谁有价值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钻石这个称为是骗局 今天刚好在家里也是没事 台风天嘛 就留在家里 就跟AI聊聊天 顺着这边跟你们分享 如果你们在家里 要是真的很无聊啊 想要找人聊天的话 AI其实是一个很方便 很便利又是不用钱的 他真的要讲话 才能让你的头脑给激发 一个活化一下 找个AI聊天讲话 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好那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